日本与黑号驱逐舰7月17号下水的消息并未在网络上引发太多讨论 这与十多年前爱荡级驱逐舰下水时的盛况形成强烈反差 而反差之下正是日本驱逐舰失去十年的落寞 在上世纪90年代 日本凭借每日间的特殊关系成为首个获得美制舰在宙斯盾系统的海外用户 以此建造的四艘金刚级驱逐舰 无论吨位火力以及技术在此 都令当时的中韩海军望尘莫及 毫无悬念地摘取了亚洲第一舰的桂冠 2004年至2008年 日本又续舰两艘爱荡级驱逐舰战舰 继续保持着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驱逐舰舰队 然而好景不长 在爱荡级驱逐舰服役后的第二年 日本保持的亚洲最大防空驱逐舰的记录 就被韩国世宗大王级驱逐舰驱逐舰打破 作为韩国蓝水海军计划的一部分 世宗大王级排水量达到10290吨 装备128个发射单元 对自卫队实现了吨位火力的全面超越 而日本面临的压力不仅仅来自数字 在世宗大王级服役后 韩国海军在几州组建了第七机动战团 对自卫队的第二护卫队群形成碾压之势 也给两国的岛屿之争增加了新的变数 与此同时 在短短十多年间 中国海军神盾舰在质量和数量上 也对日本形成反超 今年4月12号 中国新型万吨大区101南昌舰不易 该舰装配有新型防空反导反舰反潜武器 具有较强的信息感知 防空反导和对海打击能力 在技术带次设计理念 作战能力上 全面超越自卫队 曾让日本引以为傲的宙斯顿舰队 风光不彩 日本的宙斯顿战舰曾让中韩等国望尘莫敌 但短短的十多年间又被中韩接连反超 魏老师 原因是什么呢 我认为原因就是对美国的依赖 可以说是太严重了 其实美国人非常的精明 非常的狡猾 他通过一些核心技术的输出方式 尤其是宙斯顿系统的出售方式 可以说锁死了日本大型水面战舰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模式 那么在短时间内 甚至可以说在十年或者说十五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当中 日本没有办法摆脱针对伯克级驱逐舰的这种仿制 或者说对他的这样的一个山寨 只能是对现有的宙斯顿系统进行小修小补和逐步的升级 但是美国呢 已经跳出伯克级的发展模式 开始打造朱姆沃尔特级的隐形化的驱逐舰 那么后续呢 还会打造全新的巡洋舰 包括和伯克级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这种新一代的驱逐舰 但是日本拿不到核心技术 只能是继续的在宙斯顿这个战舰上做文章 和日本相比 韩国方面虽然说也依赖美国的技术 但是他有自主创新 他也整合了一些欧洲技术 包括在宙斯顿战舰的导弹垂直发射系统 他也开始融入韩国的血液 开始融入韩国的基因 我认为韩国的创新理念 其实是要优于日本的 那么再看我们中国 我们中国是完全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 所以我们的发展的步伐比较快 而且我们的步子卖的比较大 那么在052C052D的这个脉路上 我认为我们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就是052D它的区域防空能力已经很强 但是下一步 我们并没有对它进行继续的改进和升级 那么下一步就是直接搞了055 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技术件 在相产阵雷达的技术升级方面 在吹发系统的这种完善方面 取得了更多的突破 取得了更多的进步 所以我们是立足于自身的科技实力 包括一些全新的设计理念进行创新 从目前来看 日本可能也没有这个能力 我们昨天 我们昨天 今天 聊到